柯文哲的一心潮流是兩面認 我靠去柯文哲 民進黨就不在後面聽我 對嘛 Freddy就這樣子嘛 那看你是要民進黨 還是要柯文哲 你要偷偷靠近 不是不是 你剛剛給我信心海話 你怎麼最後繞他說 以罷免我為最後的目的 Freddy因為你一直玩抗中保台啊 你還不曉得這個是錯的嗎 抗中保台沒有錯啊 抗中保台是錯的 保台絕對沒問題 我們在場所有人都希望保台 可是抗中不是正確的解方嘛 蔡總統領導國家五年多 抗中有成功嗎 抗中是最好的方法嗎 抗中的目的是什麼 抗中的目的是民進黨比較好選 好選舉而已 他是製造兩岸的仇恨嘛 所以我們要把這種玩抗中保台的正任務 一個一個下架 最重要是2024下架民進黨 這個才是首要的目標啦 我覺得你未來的一個關鍵的 倔道是柯文哲 因為老實講 國民黨在台北市 已經大概只有三分之一了 柯文哲大概也有三分之一 你的意思是說 所以如果你跟柯文哲的交情 還是要去維護一下 否則柯文哲到時候說 我也要罷免臨場左 民眾黨罷免臨場左 你就慘嘛 這樣就慘了 對 所以重點是在這裡 所以你的罷免 國民黨是成不了事 關鍵在柯文哲 關鍵在柯文哲 好 那的確 柯文哲支持的那個徐立信 他在萬華有2萬票的實力 這個是真的 那就看Freddy自己怎麼選擇 如果照剛剛郭更演說 那我為了生存 我去求柯文哲的話 你看民進黨會不會挺你 柯文哲的信操留是什麼樣子 兩面認 我靠去柯文哲 民進黨就不在後面挺我 那對嘛 對嘛 Freddy就這樣子嘛 那看你是要民進黨 還是要柯文哲 你兩個選一個嘛 不是不是 對 YAH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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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